大家好,买了黄鱼,你要是不会做,一定要学会我这种做法 鱼的鱼刺都能吃,而且黄鱼全身都是饱 一点都不要浪费啊 而且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吃过的朋友啊,绝对人人夸你是大厨 关键做法也超级简单,这需要掌握配方 保证你做出的黄鱼,人人都爱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到你来试试吧,一圈三连,求过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黄鱼,然后给它宰杀一下 黄鱼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鱼鳞不要去掉 只需要把里边的塞啊,给它,用剪刀给它剪掉 剪的时候不要给它剪烂了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给它看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道菜啊,一旦你学会了,绝对是一道套色菜 这道吃过的朋友啊,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鱼肚子给它抛开 抛开之后,把里边的内脏给它去掉 大家看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啊,所有的黄鱼都给它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处理 所有的黄鱼我们处理干净之后 然后清洗一下,给它放在案板上 用刀啊,给它发开,从中间 中间的这个鱼骨啊,给它切断 好,像这样,大家看一下 就给它处理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翻过来给它压扁 这样一个黄鱼我们就处理完成了 所有的鱼处理好之后,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准备一个漏网 里边给它加入三片的白纸片 三片的香叶 少许的小浑香 少许的红花椒 青花椒 再准备两到三个八角 少许的干辣椒 然后我们给它加入开水,清洗一下 这样能有效的去除大料中的苦涩味 给它清洗个五六七八秒 然后我们捞出 再准备一块大浆 给它拍松 少许的香葱 我们给它轻轻的拍一下 切成段 切好之后 装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然后把我们泡好的大料给它倒进来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糯米黄酒 没有糯米黄酒可以加啤酒或者是黄酒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十克的鸡精 五克的食用盐 三克的白糖 五克的味精 不放也可以 少许的胡椒粉 再给它加入五到六克的 再给它加入五到六克的香菜 有条件的话再放入少许的洋葱 然后我们用手给它抓一下 抓出香味 抓香之后 我们再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水 最后再给它来一把蒜蓉 如果没有蒜蓉的话 我们可以放那蒜香粉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我们处理好的黄鱼 给它放进去 像这样就可以了 密封起来 给它腌制六到五个小时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把鱼给它捡出来 控干水分 或者是找吸水纸 吸油纸 都给它擦干净 有时间的话 我们给它挂起来 再滤个三到五分钟 会更好 闻着就超级香 找吸油纸 我们把鱼身上面给它擦拭一下 这样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更方便 有时间的话可以一次性多腌出来一点 一个一个的包起来给它放入冰箱 储存起来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拿出来画一下洞 然后再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用来招到客人也是省时又省力 而且味道超级棒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锅进行炸制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在油温烧至五分钟 我们下入亮晃的干净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放小一点 或者是可以放水 下入锅之后 其中间给它翻动一下 也给它煞车变形 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煞车上色了 煞车变形之后 我们用照点 轻轻的这个推动一下 使它受热均匀 然后冬小火 给它轻炸三到五分钟 好 三分钟之后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色色金黄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捞出控油 然后装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黄鱼啊 连鱼鳞鱼刺都能吃 吃完之后连炸都不剩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黄鱼装入盘中之后 我们用剪刀 或者用刀啊 就给它切成块 哎呀 非常的酥 太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里边的肉非常的 洁白 外表啊 非常的酥脆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的鱼肉 非常的鲜嫩 外边的鱼肉 非常的酥脆 咬一口啊 都让你流连忘返 吃一次 都让你忘不了 学会了就是一道招败菜 用来招待客人啊 或者快餐切门蚝油 都是非常有档次的哟 超级有魅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一份啊 酥扎黄鱼就知道完整了 连鱼鳞鱼刺都能吃的酥扎黄鱼 你学会了吗 外酥里内 非常的鲜 正适合现在吃啊 关键做法也超级简单 而且非常的有套色 学会了就是一道拿手菜 只需要掌握配方 掌握技巧 保证你做出了酥扎黄鱼啊 人人都爱吃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逗逗你发责的小手 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